哈囉!Gima! 歷盡千辛萬苦 玩了... 在哪裡? 可以看時間 玩了一天又零個小時 登錄時間的時間 登錄遊戲的時間 終於打到滿金氏的火箭隊了 稍早幾個小時前 有人說 可以叫看看 滿金氏的火箭隊 怎樣打 我要 一路打滿金氏火箭隊 一路叫過去 教看看 明天 我原本想說 打一打顆 錄個影做個紀念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今天要幹嘛? 今天要教如何配招 那昨天呢 已經有先講了 可以到 排行榜去看一下各位大佬 他們的 不管是 性格也好啊 還是組合技 招式的部分都好 那從哪裡進去呢? 從這裡 菜單 然後競技場 裡面的排行榜 就可以看到 各個排行榜 像對戰的 他們的 Pokemon 競技場的 Pokemon 戰鬥力的 Pokemon 你會發現都有 天蠍王 然後 有蝴蝶 大家有看到嗎? 就一定有 有這兩隻 天蠍王跟蝴蝶 貓頭獵鷹的部分 也有 所以 蟲覆略的話 基本上 平民神蟲就是這幾隻 就是我 之前有講的四大天王嘛 就是怪力啊 貓頭獵鷹啊 蝴蝶啊 還有一隻 天蠍王 對 好 那 已經知道這邊怎麼看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 今天就 嗯 看一下大佬的配置嗎 還是 稍微大家看一下 空氣斬 催眠粉 蟲鳴 這比較特別 因為很多人不會 不會 不會放 撞擊 對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打法 這款遊戲好玩的地方是 他可以組合出自己想要的組合技 好 這個也很特別 就是催眠粉 蟲鳴 銀色旋風跟 綿力 看人家也是玩到 競技場的前世啊 好 然後 然後 這邊是 催眠粉 影射旋風 幻象光線 跟空氣斬 好 再來 這一次 色違的 蟲鳴蝶舞 催眠粉 所以他走的是超能力的 通常都是會變成空氣斬 就是他發招的主要招式 那一定不知道我在講什麼都對 那我現在就從頭說起 另外有一點是很重要是 從 副本裡面 而不是副本 從任務裡面 有一個天梯 PVP這邊的右下角有個寶箱 大家要記得領喔 因為他是三個小時開一次 從任務裡面可以進去 從競技場裡面也可以進 從對戰裡面也可以進去選天梯 他會帶路 然後一樣是點 或者是你打開左邊的電話 天梯塞這邊 按進去 也會有 這個寶箱呢 也是對我們無客來講很重要的地方 他也是一個支 支援的來源 好啦 那 開始 剛才帶大家看過大佬的嘛 昨天這個面板都解釋過囉 所以不知道了 就去看一下昨天的影片 為什麼 感覺我們是活在平行時空 然後我的名字名就在左上角 剛才有人說要加我好友 好吧 算了他可能也沒有看影片 沒關係 不期望大家可以看影片 好啦 大家會練八大碟的原因是因為 貓頭夜鷹也是 他一定會有一招控制 一招輸出 一招buff自己 然後一招保命 這是最完美的搭配 像 這一隻 好 呆呆王 呆呆王他有一招控制就是哈欠 只是說他下一回合才會 讓對方陷入睡眠狀態 我目前是百發百中啦 我不知道他的命中到底有沒有 100% 但是 哈欠很好用 只是說你會被打一下 一開始還沒有開啟偷懶的時候 真的很痛 可是他也偷懶之後 保命技 補血的 對 就會負自己最大血量的一半 然後還有buff加成 就是我buff提高自己特攻兩級 用下去之後真的很不得了 就算不是打 相克屬性的 減少二分之一 那個buff六 加下去 這款遊戲最多可以加到六級 大家要想 要先知道這件事情就是 你不管怎麼跳 他最多就是六級 也就是說不管攻擊還是什麼 都是六級 好 那我會選水之波動 是因為我想要用他來打 克制水的 Pokemon 像地面啊 岩石啊 火 因為地面跟岩石 比較硬 所以我就放棄了呆呆王的超能力系 去打格鬥 毒的部分 那大家講說 我不是一直說 就是有超能力系 會比較好過關滿金式的部分 因為我的八大蝶 就已經有幻象光線了 所以我就是用八大蝶去打 滿金式的火箭隊的毒 的Pokemon 剛才有四打了五隻 然後第六隻快死掉之前 我想說阿隊要拍影片趕快跳出來 我就會用八大蝶去攻擊 所有滿金式的火箭隊 所以我的呆呆王才會捨棄了超能力系 那呆呆王他是走特攻的 所以我就不會讓他學意念頭錘跟頭錘 這個差別昨天的影片都有講了 那呆呆王還可以用岩石的特攻 去打相對屬性 可是岩石特攻相對屬性 雖然威力比較大 你看水之波動只有60 那岩石的威力有80 至於波動是恢復對方血量的一半 這個大家要知道 然後 岩石系的部分呢 他只可以打飛行、蟲、火 那火的話跟水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打飛行跟蟲 一開始你在前面遇到的 飛行跟蟲 除了第一 還第二道管 這邊 除了第一道管 他有飛行之外 你幾乎很少遇到 有飛行的 對手 就是NPC的部分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以目前實用性來講 用水去打地面跟岩石比較硬的角色 還有打火的 會比較舒服 過得比較舒服 所以我就捨棄了 寶石的那個技能 對力量寶石的技能 所以我的 袋袋王的配招就是 一個輸出 用水 然後再用 再用 軌跡 這樣講好了 你一開始遇到敵人 你就用哈欠 哈欠用完之後 對方進入睡眠 看有沒有血 沒有血就補血 有血的話就用軌跡 那軌跡提高自己到六級 跳個三下 再用水之波動 基本上後面就是一次秒 好 那蝴蝶也是 為什麼大家都會選那幾招呢 跟大家講解一下 催眠粉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讓對方陷入催眠 再用蝶舞 提高自己的特攻 特防速度 一級 那跳個六下 跳完之後呢 看你要用蟲鳴 攻擊 還是你要用 空氣斬 對攻擊 那空氣斬 威力是75 聰明是90 幻象會被 會被換掉是因為他只有65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幻象會被換掉嗎 為什麼幻象會被換成蝶舞的原因在這裡 那當然你可以學一下剛才我們看到那些大佬 就是他們用的是撞擊啊什麼的 也都可以看你怎麼玩 像我這一隻就是單消屬性加10% 所以我一定要取得先手拳去控制對方 所以我這一隻就會比較在意的是他 可不可以控到對方 然後可不可以疊加自己的buff 如果你有技能學期機 語氣也非常好 因為他可以回復自己最大血量的一半 他也是一個保命機 就好像代代王剛才那一招的偷籃一樣 如果說你有 我看一下喔 接棒的話 沒有 八大蝶沒有接棒 如果你有接棒的話 你可以 像瑋莉他就有一招接棒 你就可以把你的蝶舞的部分 疊到六級之後 然後接棒給下一個Pokemon 就疊一個狀態的部分 那你之後的Pokemon就會非常的強勢 因為疊到六級 這遊戲加一加二真的差很大 加一大概就是一倍攻擊 加二大概就是四倍 所以疊到六倍 基本上打出來破千的大有人在 就是我玩到目前為止 我的操作啦 OK 因為軌跡的部分 那 會不會想要把 水質波動換下來呢 有一點 因為到後面的話 我覺得 如果 火的地面跟岩石系的不多 的話 我可能也會把它換下來 換成岩石的 可是後面也要看它的 飛行系 多不多 跟蟲多不多 如果蟲跟飛行系都很強的話 那當然 就要換上 力量寶山 如果不多的話 那當然我就保持原狀啊 或是把它改回念力 也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念力 目前有八大點 應該就比較不會想要去換 那如果這隻八大點到四十七等的話 我還有另外一隻啊 是加特攻的 我這隻也可以練 主要攻擊手段是練 練 超能力的部分 那一樣 就會變成說 蝶舞嘛 蝶舞 然後 催眠粉 然後 超能力系 跟蟲鳴這樣 因為蟲鳴的威力真的很大 我有時候拿去打 明天 明天如果沒意外的話 就是 演示一下怎麼打 滿金 因為我就算用蟲鳴打滿金式的火箭隊 也是痛得不要不要的 好啊 對 今天大概就是這樣講 最後複習一下你要什麼招式 你要一個 控制 先控制對方 然後再來輸出 或者是你疊狀態都可以 那 基本上大佬都會 先控制 然後先疊狀態 疊到六之後 然後再輸出 有一招保命 不管是補血也好 還是讓對方打不到 都可以 另外我再補充一點啊 我看到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學習機 它有個自我激勵的學習機 它可以提高攻擊跟特攻一擊 那一樣 疊滿六的話就是六級 好 給大家做參考 這我經歷我記得大家都有啦 對 所以可以拿來用用看 那一樣 基本上 基本觀念就是這一些了 那 希望大家可以 不了解的 可以多看這三天的影片 去做一個 比如說卡等的時候 就看第一天 那第二天 我的精靈屬性 要配 就是 它的種族值 看起來 比較高的 可以配什麼樣的招式 那 特攻 特攻還是普攻 不要 它全部都是加特攻 結果你給它普攻的招式 那 事半功倍好嗎 事半功倍 那再來就組 技能組的部分 一控制 一buff 一輸出 一保命 ok 好 那 重複的話就不講了 接下來就是 扭蛋機的部分 我還是想要繼續扭 攜帶物 那 有人說那 積分商店 他們 可以換什麼 我可能會換巨錢螳螂 巨錢螳螂 換出來之後 它的點到為止 它一樣等級高點點到為止 我就可以瘋狂的抓 天蠍王跟貓頭獵鷹 如果說 你有扭蛋扭到巨錢螳螂的話 你當然可以不用換 那我是會換巨錢螳螂 看個人的需求 我覺得 這款遊戲沒有一定要什麼 像 這一天 這一 昨天跟很多人 在下面 影片下面留言嘛 有一個人說 只要有愛都可以練 然後 只要心急升得上去 都可以練 所以沒有一定說 你要練什麼 我真的只要有愛就可以練 大家會比較喜歡 練八大蝶 貓頭獵鷹跟怪獵 是因為好抓 一開始前期 就可以把他練到六星了 像我現在沒有什麼 在練他 也是快要到六星 所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因為 開始有人 講說 什麼遊戲啊 怎樣啊 拜託哥哥我呢 之前好幾個帳號 真的是 被人家虐得不要不要的 就是一直被控制啊 然後一直 一直補血 對方一直補血啊 然後不然就是 各式各樣的打不到 有一招可以讓對方打不到 大家知道嗎 煙幕 所以我這一招一直沒有從我的 火恐龍移除的原因在這邊 是因為他可以降低 對手的命中率一級 這一招如果疊到六級 那是很恐怖的 因為如果一級算10% 六級就是60% 也就是說如果對方打你 打你三下 只會中一下 這是很恐怖 有時候連續三到五次都沒有中 我的火恐龍就一直存活下來 在抓寵的時候 在抓寵的時候 因為沒有 一開始沒有讓對方睡眠 然後帶帶王的哈千蛙 第二回合才可以 生效 我就是用那招炎母 讓對方打不到我 不然 火恐龍這樣一直撐在那邊 很容易打死 對啊 好啦 那基本觀念就講到這邊了 不清楚不熟悉的 可以多看看這三天的影片 那下面也有大佬 有做一些回覆 可以讓大家去熟悉跟了解 好 那今天最後的結束呢 我想要把攜帶物抽一抽 因為畢竟有很多攜帶物 都是不錯的 不只是超越 劇毒寶珠 生命寶珠 然後 這個 火焰寶珠 也都是很多大佬推的 尤其火焰寶珠 可以給怪力 那至於為什麼呢 可能就是要 跟他的性格做搭配 特性啦 因為怪力會招 就是毅力 到時候 我扭到之後 隊伍成型 可能在抓 四大天王的時候 我再來慢慢的解釋 好不好 那先給大家有個觀念 那 這部影片也講了 十七 快二十分鐘 那趕快扭一扭吧 請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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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安全 戴口罩 又一顆回 哇劇毒寶珠 好棒 我可以練天蠍王 因為天蠍王有一招叫毒療 也可以配合劇毒寶珠 要扭學習機嗎 攜帶後戰鬥時 劇毒寶珠 對 戰鬥時會變劇毒狀態 那天蠍王有一招叫毒療 也可以配合劇毒寶珠 怪力就配合火焰寶珠 還有那個 雷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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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貓是這一隻 雷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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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貓也可以配合 火焰 火焰的這個 寶珠 火焰寶珠 對 好 剩下的水屬性招式會增強 所以他可以給我的呆呆王帶 是這個意思嗎 好啦 今天就先留一次好了 我之後看看該怎麼樣配戲帶物 可能再出一集教大家怎麼配戲帶物吧 好啦 那就是 勤洗手 戴口罩 疫苗的話看狀況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要記得打喔 不打的話就是 多保護自己一點 好了 愛你們了 明天會打滿金式的火箭隊 我會一路上用叫的 好 掰掰